5月24日,赵薇老公黄有龙把唯一一条秀恩爱微博删除 随后赵薇也删除了社交账号的全部动态 本该是娱乐圈的一对神仙眷侣 如今两人这步操作是何用意呢 从恩爱夫妻到翻脸无情 赵薇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 赵薇和黄有龙的婚变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当时有网友拍到赵薇和小鲜肉约会视频 虽然两人有刻意的保持距离 但是在用餐结束之后 却一同往返赵薇的家中 而且,据知情网友透露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和该男子同行了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赵薇就被拍到与该男子逛超市,健身 这何时的画面很难让人不去猜测 赵薇和黄有龙的婚姻状况 虽然赵薇工作室有及时辟谣 但吃瓜群众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对此有不少网友担心 黄有龙会成为下一个王宝强 但也有人质疑 赵薇这是换口味了吗 毕竟他的前男友们 基本都是富豪级别的 就连黄有龙能成功俘获赵薇的芳心 也是靠拼命砸钱砸出来的 赵薇1976年出生于安徽 从小就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因为哥哥和父亲的疼爱 也造就了赵薇无法无天的性格 赵薇进入大学之后 就已经成为了校花级别的人物 黄小民作为赵薇的同学 就曾直言不回地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而且黄小民喜欢赵薇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可惜赵薇却从来没有给过她机会 甚至吐槽黄小民又土又胖 但赵薇吐槽黄小民胖的同时 却选择了更胖的叶茂青 只不过相比于身份而言 叶茂青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她不仅是房地产的大亨 而且学历也是高得吓人 赵薇和叶茂青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要知道赵薇能彻底爆红 就是依靠环珠格格中小燕子一决 可当初小燕子原定演员 是台湾的李婷怡 李婷怡因为档妻的缘故 这才放弃了小燕子一决 当时小燕子和紫薇都没有选定演员 而叶茂青直接豪制50万 想让赵薇凭借紫薇一决成为女主 没想到阴差阳错下 赵薇凭借小燕子彻底大火 在环珠格格大火之后 赵薇才坦白自己和叶茂青的恋爱 此时赵薇也算是爱情事业双丰收了 但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赵薇大火之后 资源也开始增加 据说叶茂青每次来找赵薇 赵薇都在工作中忙碌 可能是因为聚少离多的缘故 所以两人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 没有叶茂青的知识 赵薇的事业也开始出现滑铁炉 虽然名气一较 却无人合作 而此时赵薇遇到了人生另一个贵人 汪宇 汪宇也是因为小燕子一决 对赵薇一见钟情 但当时的汪宇已经有了女朋友 那就是香港美女张敏 对于赵薇当时所面临的处角 汪宇的确是帮他再开市场的不二人选 所以汪宇在和张敏分手后 赵薇立马就答应了汪宇的追求 凭借汪宇的人脉和势力 赵薇通过拍摄电影 重新起立于影视巅放 并且揽获了不少金马脚下 但汪宇毕竟是个花花公子 能再和张敏交往时劈腿赵薇 同样也能再和赵薇交往时劈腿别人 这边赵薇在忙于事业的同时 汪宇却忙去和黄毅等人传绯闻 若不是汪宇能在事业上帮助赵薇 恐怕赵薇早就提出了分手 而两人之所以会落得分手这个下场 说白了还是门不当户不对 汪宇觉得赵薇应该随教随道 但有次赵薇工作太累 拒绝了汪宇提出的邀请 没想到汪宇直接就给了赵薇一巴掌 恰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有了这次被掌握之后 赵薇直接提出了分手 跑该这些不说 汪宇确实算是赵薇事业上的贵人 虽然两人已经分手 但汪宇依旧是赵薇背后的靠山 就算赵薇和黄有龙结婚 汪宇依旧在背后默默地守护 据说黄有龙有次喝醉酒回家 被赵薇发现他身上有女人的头发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甚至差点闹到分手的地步 之后黄有龙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自称姓汪 并且是赵薇的朋友 该男子在电话中警告黄有龙 最好不要做对不起赵薇的事情 否则他一定不会放过黄有龙 之后黄有龙派人调查才发现 这顿电话很有可能是汪宇打来的 此后黄有龙就选择沉默 并且再次和赵薇恢复了恩爱的模样 可见汪宇虽然花心 但对赵薇确实是不错 跟汪宇结束恋情后 赵薇就和黄有龙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要说赵薇和黄有龙相识 还要感谢王妃这个红鸟 王妃将黄有龙介绍给赵薇好 黄有龙就开始疯狂的追欺模式 动不动就送价值几万的包包 价值几千万的钻石手表 更是眼都不眨 直到赵薇想要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后 黄有龙立马帮赵薇实现 当然黄有龙不仅会在物质上满足赵薇 生活中的赵薇也是细致体贴 赵薇明明是个独立的女强人 但在黄有龙这里 却被宠成了小公主 这也是为何 黄有龙明明是个结过婚的人 可网友依旧很羡慕他们的爱情 但也有人称赵薇和黄有龙其实只是假命婚姻 光就为何有这样的说法呢 这还要归结于黄有龙与张子怡的隐秘情史 赵薇和黄有龙结婚两年 而且还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又网友爆料 赵薇在怀孕的时候 黄有龙不仅没有陪伴在身边 甚至还和张子怡到日本共度两日 据说两人初次见面 黄有龙一出手就是十个爱马仕包包 紧接着就是钻石手势 甚至还包下私人飞机 将张子怡一家人接过来过年 这阔绰程度和当初追赵薇时不相上下 虽然至今也没有查证消息的真假 但此后赵薇和黄有龙婚变的消息 就不时地被传出 如今两人相互传出恩爱微博 赵薇也被频繁地拍到和小鲜肉同框的画面 难道曾经恩爱的婚姻 真的是假的吗 还是说赵薇和黄有龙的婚礼 确实算是各取所需 如今赵薇被称为女版巴菲特 不管是感情还是景气都比较独立 就算两人真的不欢而散 估计粉丝对此也没什么看法 毕竟娱乐圈离婚的夫妻实在太多 不过赵薇和黄有龙至今也没有回应 所以关于两人的关系 我们也并不清楚 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 还是默默地等待本人出来回应吧